原标题 迪天林新直雷现身机场刻意避险 两个暴脾气 面对恋行却扭扭捏捏 近段时间以来 迪天林事业尚可谓突飞猛进 不仅在综艺节目上屡屡现身 更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其实他早在2003年就已出道 长年来辛苦奋战的 他终于慢慢迎来了事业的辉煌 事业上红火了 感情上就顺利成长了 近期柴天林被传与女星星之类 产生恋情的事 在网上传的比较热 不仅被传一同游玩 还被爆料 一起现身北京机场疑似去见女帮父母 12月10日 有媒体爆料他们从东北飞回北京 再次在机场同框 10日有媒体爆料 趁迪天林与金之类一起从家穆斯飞回北京机场 而有意思的是 本来一块儿并行的二人 见到有人跟拍后马上就分开 看上去像是在避嫌 而且他们两个人全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迪天林用一个黑口罩遮掩 而金之类更是夸张 不仅口罩帽子全用上了 还低着头 一直在匆忙赶路生怕被人认出了 自己像是做错了事的人一样 怕见到外人 早在之前就有网友称 在上海迪士尼 见到他们一起出行游玩 不过很快他们也是就避玄躲避开了 不过虽然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对恋情非常低调 到了网上可是一点都不含羞带骚 两人经常在微博上互动 迪天林更是毫不避嫌的 经常故意跟心之类搭话 这种表现跟现实中的他们的反应 简直是截然相反 其实网友们还是很看好这一对儿的 本来他们两个人在圈内的口碑都很好 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也不是那种依靠炒作自己来走红的人 同时演技非常出色 都是很受大家喜欢的明星 因为网友们对他们在一起 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 觉得他们非常合适 但是就是貌似脾气都有点暴 不知道如果真在一起了 会不会经常起摩擦呢 柴天林不仅在影视剧中 经常饰演暴脾气角色 本人在生活中也是个暴脾气 曾有网友发恩吐槽 说要求与迪天林和影却造句 还摆着一副臭脸迪天林 很快再网上回应说 自己是一个演员不是卖笑的 还说好好的一天让他给搞的心情很差 暴脾气可见一般 而心之类也是出了名的脾气火爆 不过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个脾气火爆的人签收了 面对镜头却如此扭捏 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大气风范 不仅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还不敢面对网友的镜头